出动五十欢庆 尽管天宫不做美 但张国伟领军走红毯 脸上笑意藏不住 高举双手大比赞 终于能圆梦 新宇航空10月25号这天 正式挂牌上市行列 新宇航空上午9点 鸣鼓开盘 以25.95元开出 盘中最高30元 账幅将近45% 成交量更超过18万张 上演蜜月行情 只是新股抽签数破纪录 中签率仅2% 张国伟安慰股民还有机会 很抱歉 因为其实我个人当初 也没有想到反应这么的热烈 毕竟我们是一个新创公司 陆续还是会有很多 这个争执的机会 告诉股民别灰心 K董也难得感性发言 虽然沿路风雨交加 我们还是屹立不了 然后面不改色的 这个非常不要脸的就走进来 毕竟新宇创立2368天就上市 K董自豪创下传奇之余 也大谈机队布局 还强调加入航空联盟的策略 没改变 努力的去达成社会大众 或是我们新宇忠实顾客 对我们的这个期待 可是大家也不要一味的 就认定一定我们要加入万卧 如果有一天 搞不好我们会加入STAR也不一定 同样年底拼上市的台湾虎航 外界关心航空四雄是否大致底定 我一直认为我是小白兔 不是雄 因为我们一路走来都是 我们都是躲在墙边 墙边被人家弄来弄来弄来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当然各家有各家的优势 见证航空界历史性一刻 新宇航空挑战才正要开始 继续里面蔡玉如采访报导